那么到了摩西的时候 怎么样呢 我们看见摩西听神的呼召的时候 对他说你去 到法老王那里去 对他说 让我的百姓去 好叫他们侍奉耶和华 所以摩西到法老王那里去的时候 So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their God 让他们侍奉他们的上帝 这样这个国度要变成 祭司的国度 这个国度要变成君尊的国度 变成被监线的子民 变成圣洁的国度 变成尊敬神律法的国度 已经隐藏在其中了 这样上帝在地上 也建立他的国 就一步一步就是 亚伯拉罕蒙应许 所要生下的一个后代 万国得福 这道摩西在地上的时候 要把神的律法赐下来 使子民遵守 成立一个属于上帝国度 这个计划的一步一步出来 你很清楚看到 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君王不是世界上的 到了耶稣亚的时代 一直到了这一个 最后是上罗的时代 他们说我要立一个王 像外方人有王治理 他们一样的 那个时候耶稣亚是糟糕了 这个国变成世界上的国了 这个国变成不是神权之国 这个国变成人权之国 那怎么办呢 百姓说我们要王 我们要王 我们要王 这个就是民主 所以呢 这个 三摩王就到上帝里面 怎么办呢 你看 民主 上帝说他们要什么 要王 给他们 所以上帝尊重民主 大家说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民主都是假的 怎么讲呢 他们说我们要王 他们要王嘛 他们是民主嘛 要王就拼了 一有了王 马上就把民主杀死 因为王就统治他们了 他们就不能做王了 明显王 王治民 结果的民主 就死在民主下面 你还听不懂 那我就不够民主了 你清楚了吗 第一次的民主的要求 就杀死第一次的民主 因为一有了一个王 以后 民主就没有了 所以上帝说 好 你们要王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要王 你们要知道 你要加税 你要被欺负 因为王要用厚厚 众税的欺负 你们 你们不要我做王 我让你们 你们选择王 不是我心里的 你们受尽头